世界那么大,财经不复杂 大家好,我是金银财经的米匠 视频开始之前,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觉得做什么,来钱最快? 马斯克第一个冲出来回答 当然是买比特币 我炒币几个月,比我卖车一年都赚得多 但在众多中国互联网公司眼里 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都是放贷 这几年,我们的互联网科技公司 把放高利贷的经验带向了全世界 在印尼和越南监管层层收紧 菲律宾掩打博彩业的背景下 他们开始将目光投向了位于南亚的印度 2019年开始,上百家三级带团队杀入印度 只要把以前的模式复制过来 加以调整与发挥,黄金就会滚滚而来 但世间放贷唯快不破 在放贷行业,若慢一步 或许还能转个一心半点 若慢了两步,大概率会成为顶峰作案的替罪羊 今年以来,因为各种暴力随手事故的发生 印度开始严打现金贷 大量的中国放贷者被抓捕 中国放贷大军到底在印度经历了什么 他们去印度放贷的生意到头了吗 让我们从头说起 P2P的没落是现金贷兴起的开始 2017年,国内的现金贷便利开花 高王的利息庞大了市场 小元贷手机回租714高炮 放贷的人有着养欢缭乱的操作 那是现金贷在国内发展的黄金时代 疯狂的现金贷在极短时间内冲击着社会秩序 也让裸条、自杀等极端事件层出不穷 直到2017年12月1日 一个文件的下发给熊熊燃烧的现金贷浇了一盆冷水 在政策的高压为较下 国内的现金贷业务已经很难推进 不少现金贷公司开始开拓印尼市场 为什么选择印尼? 回答五花八门 除了人口基数相对较大等因素 还有很隐秘而又很重要的一条是 印尼人的宗教信仰 在这些人的观念中 古南京中有严厉的教条 要求他们欠债还钱 所以他们必须要还 放贷者身制 这一点是保持外账率在较低水平的保证 在印尼放贷的华人之间 流传着这样的说法 如果他们出现预期 我们催手只说一句 不还钱 你的身会来惩罚你们的 他们就算再怎样都会想不还钱 东南亚长期被人认为是五年前 或者十年前的中国 我们更容易通过技术降维 将已经成功的经验复制在他们身上 2017年底到2018年 大量的新几代公司 闯入印尼的雅加达 越南的胡志明 以及菲律宾柬埔寨等地 系统商法律顾问和金融牌照前客 已纷纷聚集 自古以来 方类业务都有着贪婪和疯的基因 没有监管与约束 互联网技术带来的便捷与高效 会让其破坏性更如野草疯涨 2019年初 一名印尼出租车司机 因无力偿还网贷自杀 造成巨大社会影响 随后半年 印尼监管部门关闭826家 无牌金融科技公司 其中就包括大量中国公司 在放贷行业 除了高利润 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 在印尼的市场碰壁以后 他们把目光转向了印度 印度被看好的理由有很多 首先毫无疑问是人口 印尼是2068亿 越南是9000多万 菲律宾是1.07亿 人口基数大就意味着市场大 波士顿咨询预测 到2023年 印度线上借贷规模 将为3500亿美元 是2018年的近5倍 关键是 印度才刚进入人口红利期 目前 中国人口的平均年龄是37岁 印度则是27岁 年轻群体正是网络接待的主力军 他们不仅拥有智能手机 还会上网冲浪 印度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 截至2019年3月 印度互联网月活用户 达4.51亿人 成为仅次于中国的 全球第二大互联网市场 根据2018年 印度互联网金融报告 印度智能手机用户数为3亿 占总人口的渗透率为23% 高于印尼的21% 智能手机的普及 代表着放贷者 可以快速借助互联网 实现规模化 但对于中国出海放贷团来说 印度的最大诱惑在于利率 法律上 印度的贷款年化利率并未明确 当地默认红线为36% 除此之外 印度还允许人工审核 人脸是别等手机费的存在 为放贷者留下足够的操作空间 放贷公司可以通过 前期费用提高利率 也就是国内现金代 曾经盛行的砍头锡 通常情况下 中国公司在印度放贷的年化利率 都可以保持在200%到300%之间 比起任何传统生意 都是一笔暴利 正因如此 中国的放贷大军们 都踏上了去印度的帮班 到印度放贷 门槛并不高 曾有报道称 足够容纳100个印度本地人 电话催收的办公室 每个月的租金 只要人民币1万出头 在国内的北上广 这类一线城市 这个价格也就只能 在共享办公空间 租5-6个工位 除了低廉的场地 人力成本也很便宜 业务能力顶尖的催收员 一个月的工资 也就2000人民币 低成本高收益 中国放贷捐团 简直乐开的话 那时他们谁也没想到 原本应该满载财富的出海之旅 却因为一场疫情 而变成陷阱 3月23日 印度总理莫迪一声令下 全国学校 办公室和商业机构 全部关门 即在4月份 印度便有一亿人失业 封城和失业 让很多印度低收入群体 不得不依靠现金贷维持成绩 不过 暴增的市场需求 并没有给现金贷公司 带来利润 很多借款人因为失业 根本无力偿还贷款 预期暴涨 让人更想不到的是 印度会发生 比疫情更加黑天罗的事件 4月 印度政府发布通告 修改现有的 外国直接投资政策 这意味着 外国企业在印度的 每一笔投资 都必须获得政府的批准 包括中国 对于众多入场的 新一代团队来说 前期已经投了不少钱进去 现在就退场 未免太亏 他们的唯一选择 就是继续观望 等待 这是当时从业者们聊天室 提到最多的一个词 但不是所有人 都经得起等待 业务虽然停止了 支出没有停 团队房租 都是白花花的 前往外流 草原上羊群不够的时候 恶风冷的狼 可互相吞噬 作为猎手 不断寻找新的猎物 是放贷者们的天性 当初国内 严打仙剑带 他们就转入地下市场 推出714高炮 和钳制带钞 将仙剑带升级成超力胆 生生让仙剑带的 通过周期延长了一年 彻底 榨干了国内底层 接款人的价值 才离境出海 同样的故事 也开始在印度上演 正当现今代从业者们 为指出不尽焦虑时 革新者们推出了新的玩法 真金游戏的风 很快席选了整个印度市场 海外放在了许多 现今代业务群里 无论是短信商 支付商 还是代钞 都开始成为真金游戏的不导者 现今代从业者们意识到 一个类似于714高炮一样的新形式 又要来了 真金游戏 就是可以用钱进行压住的游戏 这类游戏 实际上是钻了印度法律的空子 印度禁毒法令中存在漏洞 印度宪法允许州政府 将游戏置于赌博禁令之外 前提是 这些游戏需被认为是基于技巧取胜 而不是基于运气 换句话说 真金游戏只要以技巧做操 赌博就可以合法 真金游戏和现今代的用户之间 存在高度重叠 需要在网上介入高利贷的人群 不少都是赌徒 赌徒的冲动 是放选着实现技术改革的基础 至少一半的现今代从业者 转行做起真金游戏 公司大约有70到80家 国财的 则至少在100家左右 一个中小型的盘子 刚开始做了两个月收入 就能有近100万人民币 虽然不及现今代暴利 但相比现今代动则 1000万的投入 利润依然可观 好景不长 中国人罗桑被捕的消息 让整个印度出海圈 再次陷入恐慌之中 罗桑在印度开出了一个地下钱庄 名下拥有40多个空壳公司 用于洗钱 就在他被捕的第二天 印度警方又抓捕了 支付公司Dokipay的中国创始人 和三名印度员工 原因是近期出现了几起 因为在线赌博自杀的案件 和这间公司有关 印度支付公司纷纷开始清查 自己通道上的中国公司业务 提高对接门槛 大量真金游戏 和不拍照的现金贷平台账户 被冻结 但只要有利可图 总有人愿意铤而走险 一大批曾经在国内 做过714高炮的人 在2020年5月 开始涌入印度 做起前置代钞 也就是国内盛行的 前置会员收费模式 用户在下载前置代钞之后 需要交会员费 才能够获得贷款信息 但不保证贷款成功率 如赌石一样 想看运 得先把石头买了 在中国这种模式 是在现金贷移走了末期时 才出现 当时714高炮已经做不下去 于是有人想用这种方法 占上用户们最后一地区 可印度的现金贷行 也还处于起步阶段 前置代钞大量泛滥 会让行业加速透支 前置代钞系统商给的数据 足以证明这是门暴力生意 10万系统 10万流量费 运营当天就能看见收益 一套系统 月入了100万 试得如你所见 本质上 前置代钞就是骗钱 让监管的达摩克利斯之键 加速落下 等严打灰产的风头过去 支付公司逐渐放松审查 现金贷黑放等产业 也开始死灰复燃 现金贷黑放平台不对接牌照 利率也比一般平台更高 针对在别的APP里 难以通过封控 但又有借贷需求的用户市场 疯狂的后果开始显现 印度媒体有关暴力催促的报道 不断增多 爆通信怒 语言侮辱 恐吓 批落罩 甚至是对女性用户进行性骚扰 一切都与国内曾发生过的如出一辙 但疯狂的放逮者们 并不会因为媒体的批评而收敛 市场膨胀气 就是火热的收割器 中国人收割中国人 中国人收割印度人 印度人反过来又收割中国人 没有任何文明和秩序可言 在FDI政策修改后 中国人无法担任印度公司的股东和董事 只能购买带于印度董事的可恶公司 但问题在于 这些印度董事 并不会真的和中国放逮者好好合作 很多印度人就是觉得中国人人少钱多 从一开始和你合作 就是为了骗钱 他们根本就不信任中国人 黑是黑的故事不断上演 印度人被哄骗成为中国公司的董事 发现中方存在非法操作后 就冻结公司账户吞并里面的钱 暴风雨还是来了 去年11月27日 印度知名情景喜剧作家阿比舍克 在自己的公寓里吊死了自己 只留下一张便条 上面写着自己 已经竭尽权力解决财务困境 但问题却越来越严重 他再也受不了了 阿比舍克的死讯传开后 他的兄弟杰尼斯遭到电话轰炸 那些号码大多来自印度各州 偶尔还有孟加拉和缅甸打来的 内容千篇一律 都是恶狠狠的威胁杰尼斯 让他替阿比舍克继续偿还债务 杰尼斯翻开了阿比舍克 在借贷应用上的流水 发现这个应用程序的年华利率 高达360% 另外 即使阿比舍克没有继续申请贷款 对方仍然会继续 向阿比舍克的账号打钱 导致阿比舍克的债务越堆越多 这起自杀事件 引发了印度全民舆论沸腾 据孟买劲爆报道 有官员针对阿比舍克之死 做出个表态 只要找到任何证据 政府就会立刻对这些方的公司 采取行动 印度沿打现金带的大潮波兰汹涌 从催收公司 现金带公司 波及到各类黑灰厂公司 最后甚至只要有关联 就先把人抓起来再慢慢审查 赚到钱的人也难以全身而退 大量公司账户遭了冻结 不少中国公司的印度董事 更是直接捐跑了公司账户里的钱 还有支付公司只要看到中国公司账户 就将其冻结 钱到现在也没要回来 如今 印度再度陷入疫情里找 中国放在军团们 开始吊转船头为墨西哥摇起他海 显然 墨西哥成了下一个淘金地 没有人知道 同样的剧情会以什么样的速度再次上演 中国的现金带大军们 从东南亚转移到印度 从印度转移到南美 现金带永远不去新的战场 金钱永不眠 这期视频就到此结束了 对于中国放在军团被抓 你怎么看 如果本期视频点赞超过5000 我们将继续推出这个系列的视频 讲述中国现金带的团队 在印度是怎样被骗的 印度老哥们又是怎样奴带的 快快点赞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们的动力 记得关注我们 我们下期再见